航天科工203所的神秘电磁脉冲实验是什么 和电磁脉冲弹又是什么关系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这两天很多朋友问我 能不能聊一聊电磁脉冲武器的事 因为大家看到一个传播很广的新闻 在中国新闻网上首先亮相 然后新浪网等很多网站 还有些电视台的视频号上 都转发报道了这个消息 那么这个新闻题目是 为国家重大急需保驾护航 航天科工二院203所完成电磁脉冲实验任务 然后各个新闻平台的评论区 记忆版上网友们一致观点 中国是不是在试验电磁脉冲弹吧 是不是搞了定效能武器 其实中国新闻网这个文章 已经把实验的要素说得非常完整了 只要是行业内的人一看就懂 203这个号是我们院里的编号 我们很多所都是有自己的编号的 如果说想了解的话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203所的官方网站 203所官方网站公布对外正式名称 叫做北京无线电计量测试研究所 这个所是1957年成立的 是我们院里边最早的部和所之一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看他们那些名品 比如疫情这几年 我们都见过大型商场车站门口 有那个测体温的设备 人呢是面对摄像头 站一小会儿很快能读出体温了 用的呢就是热成像设备的原理 通过红外辐射的波长和强度来判断温度 不过航天部这几个所 比如说203所还有25所 生产的这一类测温设备 用的是高清晰度高灵敏度热像仪 比如说一个大厅里边有几百号人 我们的设备能够同时对几百号人 瞬间完成人脸识别和同时测温 而且这个测温是连续测温 就是在房间里边大厅里边 不管人怎么跑来跑去 监控图像中 他头顶上就一直顶着他的身份信息 还有体温读数 这种设备特别适合机场 车站这种大型场所使用 这还是他们比较低端的产品 民品 203所官网自我介绍里边 还有一段话 说他们所是航天电磁兼容测试中心 是航天科工集团二院武器装备 综合保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好 我们先把他们的身份 还有小产品量一量 然后再看这个强电磁脉冲的新闻 新闻里边提到 强电磁脉冲辐射波 具有强度大 覆盖广 破坏大等特点 随着电子器件和系统的大量应用 各种电子设备 对电磁辐射也越来越敏感 半桃体器件 还有微电子设备容易发生故障 损坏现象 对现代电子信息系统 具有极大杀伤力 很多朋友都是通过这句话判断 这个实验和电磁脉冲武器相关 但是呢 这个新闻后边还有一句 说此次实验不同于常规的电磁脉冲实验项目 实验系统庞大繁杂 在不同干扰量级下 系统搭建调试也有较大差异 这就对突击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调出符合实验要求的信号 突击队员想办法做预案找措施 按照实验安排有序开展工作 积累数据摸清系统的关联关系 全面推动实验的实施 说明这个实验是要模拟一个跟真实情况一致的电磁脉冲量级 那么203所可不是在实验电磁脉冲弹 他们是要试验一下 一旦遇到强电磁脉冲 我们各种装备能不能扛得住 能不能够把电磁脉冲挡在设备外面 避免设备内部产生强电流 什么样的防范技术是有效的 而这些防范强电磁脉冲的技术手段 我们叫做电磁加工 至于说电磁兼容性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 举个例子 你用高音喇叭最大音量最远处的人狂吼 如果正好有人在你的高音喇叭边上 他的耳朵肯定受不了 雷达通讯设备也一样 假如一个设备正在接收信号 边上另一个设备天线突然同时大功率输出 如果这个输出信号的天线 正好对准了接收信号的天线 弄不好接收一方的接收机也会烧毁 所以军舰这种雷达通讯设备 比较多的大型武器装备 都要解决各种设备的电磁兼容性问题 否则只能是一种设备开机的时候 让其他设备都关机 英国俄罗斯这方面都吃过亏 那么203所的实验能力 应该就是在武器设计阶段 解决面对电磁脉冲弹 或者是各种设备同时开机的相互干扰问题 所以就算203这个实验 不是在搞电磁脉冲弹 也别失望 因为这个事和电磁脉冲弹 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好 关于航天科工二院203所 搞的这个电磁脉冲实验是干什么 今天我们就解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说